过年就快到了 不少国人返台与家人团聚 周三境外一路个案 540亿例创下新高 其中从中国大陆返台的 就占了一半 以这几天来看 从大概19、18、19 那到25 那看起来其实是 也算是高了 应该所以说 这也反映出在中国这边 其实它的疫情 现在是在这个 属于还是在这个高峰的 这个期间 目前台湾仍禁止中国人 入境台湾 对于中国大陆返台的国人 才入境做拖曳PCR 也会做病毒定序 最快本周五 就会公布首次定序 至于为何不针对欧美国家 做PCR和定序 指挥官强调 是担心中国有未知的 变种病毒 拖曬 拖曳的PCR筛检 主要是要防范 这个变种病毒 那什么样的变种病毒 我在这里要跟大家再强调 是未知的 就是我们还不知道的 假设它的重症 或者致死的 致死的这个比例 更高 不但传染力强 而且很容易造成重复感染 可能会再造成 大规模感染 另外指挥中心提醒 过年期间 有些药局会休息 建议民众 备妥适量的防疫物资 包含口罩 家用快晒试剂 以备不时之需 新唐人亚太电视 曾一豪 周永卢 台湾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